今天這次影片 我會教大家如何做出這樣的黑邊動畫 讓你的影片瞬間變得有電影大片般的感覺 我想知道具體的教程可以繼續往下看這部影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換我朋友 我是Greyson 我想通過YouTube頻道在網上導致一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既保後面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的瞄選 也能夠找到很多金螞蟲工具 現在進入到了Premio Pro 我需要點擊這個新鍵項 點擊這個調整圖層 然後把它拖錄到我簡訊區裡面 覆蓋到我動畫想要存在的位置 然後需要加入效果 選擇效果選項 然後輸入裁剪 把它拖錄到調整圖層裡面 這需要對左邊進行修改 首先需要選擇動畫的起點 例如選到這裡 然後選擇頂部 點擊這個標誌 切換動畫 這就是創建的時間點 然後把時間軸往後移 大概兩碼鐘左右 把這個數字改成14 圖的方法也適用於底部 在這裡創建一個時間點 在兩碼鐘之後 把它改成14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效果 現在就加入一個黑邊動畫 我想讓這個黑邊動畫 在結尾的時候消失 可以在這裡創建一個新的觀念針 頂部和底部都要 然後再移動兩碼鐘的位置 把頂部改成0 底部也改成0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效果 大家學會了這個方法嗎 大家了解 更多關於Premiere Pro的教學 可以去看這個播放列表 為你覺得這期影片 都有一點幫助 歡迎你個讚 大家了解 更多關於影片剪輯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要公共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找到很多 請你描述的工具 我們下次見 拜拜